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很高興找到羅家聰KC博士和大家一起聊聊天 KC你好 聽聽到今天 今天我們講一下關於人口和人口學的話題 先來看看香港人口 之前香港統計處做過推算 就說香港人口到了2046年 預計會增加到819萬 其中包括了152萬人的移入 其實我看完這個數字有點疑惑 因為沒多久 6月的時間 陳國基才說過香港快要有70萬人會來到 不是說2046年 我相信他的意思是2026年 按照你750萬加70萬都應該是820萬 為什麼2046年才是819萬呢? 除非你說計劃完了 如果你的計劃繼續的話 按照我的自己推算應該是900萬 1000萬左右 你覺得這兩個數字怎麼可以 就是蝦蒙奶水呢? 就是怎麼可以理解這兩個數字的分別呢? 我想不用想這麼複雜的 蝦蒙奶水說錯了而已 好像你說的4626可能是口聞之形的 你應該以統計處的預測為準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幾年還是每年 會修正一下他的預測 通常的預測都有幾十年了 三四五十年走不掉的 但是這個要聽一下就算了 其實我記得若干年前 我有一次無聊就拿了之前的預測來看 就把那些測試出來 其實都雖然說人口是一個相對靜態的數字 但是測得遠的準程度都是相當低的 所以沒什麼需要驅離或者深究的 他在說2046年是去到哪裡 就是2026現在你說兩三年而已 就不相差很遠的 那些東西不應該動得很厲害 就算你說有淨遷入或者淨遷出也好 就是要移民進來移民出去都不是這麼快可以部署在那裡 就是這個數字是大家有個譜 不會跟現在的數字差很遠 但是你說到20年後 整個局都完全不同了 根本這個可測性很低 就是我記憶中 如果你看回六幾年七幾年一路 他有預測的一路都有 那些預測是一路一種修正主義來的 隨著人一路升一路向上修正 一路跌一路向下修正 隨著人一路長命一路向上修正 一路可能... 不是,其實那個最長命的高峰可能過了 他就修正修正 當初有些假設你又不可以說他不合理 那很多東西都相對靜態 但是其實那個誤差都不是說很小 如果你說測到10年或者打後那些 其實時又看回都有一些理由來的 但是照計人口應該算是比較容易預測的東西了 因為你今年一歲那你20年之後就21歲了 這個都算得到的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死了 但是一般來說你說如果大數來說 平均來說都不會差很遠 唯一比較難預測就是那個 遷入和遷出的數字 我想遷出香港政府都沒有辦法了 都不知道了這個 因為大家移民了都不用告訴香港政府 更加不知未好 我先斬斬斷你 因為其實如果你說每年死的那些 意外死、病死 其實大致上、統計上那條數是平均的 但是都關於某一些情況 譬如以前香港每天死亡 我沒有記載百零人 但是到了COVID 即是突然間那條數是高了的 我看回頭好像是permanently高了 即是那些死亡的每天的人數 疫情的時間多了 但是就算疫情下降下來 其實都不是跌到之前那麼低的 而且其實最難測不是這部分 即是死亡的意測 反而就是出生率、生育、異獄 那裡是難測的 他很多時候是用一個當期的假設 譬如你講兩個月就夠了 數碼的那個年代 那時候你生三、四個 他用那個假設去射出去 他一射射幾十年 但是你看到那個生育、異獄 其實改變得比想像中快的 即是你短短幾十年間 你可能有一個家庭 我上一代有十個八個的 就算你說相對少的那些 五、七個這樣說 是有的 接著跌到現在差不多零 其實是很短時間內發生的事 幾十年內 差不多你每年跌一個 就是由生N變成N減一個 那你這種變化 如果你將它成大 因為你幾十年一直這樣成 其實複式效應的差距是會很厲害的 這也確實是 特別是香港的情況 現在拿了世界冠軍 就是那個女性的生育率 就是一生人裡面 生多少個嬰兒的數字 之前COVID跌過到0.7 現在反彈了一點 0.75 我看過統計處的數字 很神奇 他覺得二十年之後 這個數字會回到0.9多 我也不明白他究竟為什麼會認為這個趨勢會扭轉 你猜不猜到他有沒有什麼想法 那你最多跌到0而已 也不可能跌到0 如果你跌到0 每個人都不生 很難想像這件事會發生 在一個生日界裡面 如果以現在的預測 老化人口 我們看很多有些讓我們走先一步 譬如日本 或者北歐那一站的老化 究竟他們那個出生的跌的模式 他都是會跌到某個位置 會稍為固定的 我相信他是用這樣的假設 那通常就 大概一上下 差點高過一點點就低過一點點 那現在這個年代 就是唯一是看到高過二的 都是一些真的很新興 或者就是 可能有些問題 或者是戰亂突然間 死亡很多人 死亡很多人之後 好像9月1日之後 突然間出生的會爆升 通常是那些狀況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因為 老實說全球都有一個人滿之患 人滿之患當然不是說 不是說相當地球 表面面很大 但是七成是海洋 陸地已經三成少了 住一島的人的陸地 其實相對再少了 有經濟活動的陸地更加少了 有經濟活動的陸地就要富輸 再少一點 那你一直這樣縮窄的時候 其實你真的可以選擇住得到的領域是相當少了 那如果在這樣的迫爆環境之下 其實就是一個生態 或者你用經濟學說的 有供求現象 一貴了就要買少一點 就是既然貴的話 大家就不差不多 這就令整件事是下跌了下來 那現在就是很多 香港你當作是一個先進的地方 至少人均GDP計算 雖然制度現在倒退了 但是人均GDP計算 都是接近一些先進體制的水平的 那你如果參照那些 有些比你先的那些案例 用這個假設就不能口飛 但是因為你現在說的 那個人口就算是0.9 0.7或者1.1 如果你這樣上落 你將它佩戴幾十年 其實那個五X都可以很大 所以我又是那句 大致上你可以預計 它的人口是慢慢的確定了 就是如果你看香港開埠的人口 就由最初19世紀一百多 我看過那些人口 好像是五位數而已 接著六位、七位、八位 有八位嗎? 就是上落上了一萬、十萬、百萬、百萬 沒有八位 那你去到這些位 其實應該是 不是太容易再爆上很多 因為始終你現在那個土地面積 是有限制的 你香港有很多山 就是很難住人 平地 就是建了房子就建了 所以如果你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其實那些人進來或者生的動機 是會低的 就是你整體的居住環境 經濟壓力 其實這個就是主導住那些人 究竟他生不生 還有那些人進不進來 進來也好 就是你找到東西做 找到地方住 有得吃才行 如果你去到太擠迫太貴的環境 就是算不上數的人會不來的 所以你算上這些因素 其實假設一個平的 就是一個差不多沒有什麼增長的 這個就合理的 這就很難說 那現在香港將來會面對的問題 肯定是人口老化的問題 無論統計處有多對 有多不對 我想這個事實也不會差很遠 如果跟統計處的數字說 20年之後 香港65歲的人口 整體人口比例超過三分之一 有一個勁賭的金字塔 那到時香港吃之者中 生之者寡 怎麼搞呢 是的 那些沒辦法 但你說人口就順帶說一說 好像外圍研究已經說 那些人口的壽命好像有些低落的跡象 就是我們上一代或一半代左右 其實是最長命的 現在發現最新的生活期望 其實有一點見頂跌回到的跡象 原因還沒有很清楚 究竟是什麼呢 照計的如果一路醫學昌明 就是我們經常說壞一塊換一塊 那你如果醫院接近 就是那些配套設施充足 應該就整體來說 那個場面應該是壽命會延長 但是視覺都是有些東西去到極限 不知道是不是全球那個 有些客觀的環境改變了 譬如鏈化 不是太適合居住 空氣污染 或者各樣環境都污染了 那這些污染物一路積墜 應該看過去 可能也是某程度上 就是一個統計的角度來講 是令到多了人會患病 可能這裏就抵消了 所以這條數我不知道要打下去 如果打下去的話 可能你估計到成千萬 那最後可能未必有這麼多 嗯 香港人口這樣 其實看回大陸人口 應該就應該見到頂了 雖然官方數據都不太肯定 不過我覺得見頂的機會都比較大 根據聯合國最新的估算 去到2060年的時候 中國人口就會減少 從14億港幅到11億 少了3億 同時間印度人口比現在又多了3億 就是說到時中國人口11億 印度人口17億 到時印度人口都見頂了 不過人口就比中國多很多 那麼對於兩個社會中間的比較 是不是都會有很不同呢 其實 大陸就會有一個斷層 因為 因為他在幾十年前推過一孩政策 毛澤東兩腳身之後 就是他推過這件事 他推了一孩之後 應該大概是80年初左右開始 你數回大概七八十左右 其實是適合的 或者七八十八九十左右適合的 以他現在這樣的環境 就是污染的程度 你知道大陸很多東西吃死人了 差不多大家都吃煙了 不斷堆走 就是很多這些不良的生活習慣 大陸那個 我估計那些人的癌症 那個程度是很厲害的 就是如果你上了年紀那些 年輕的那些 反而就看 就是生活檢點一點 健康一點 各樣都好很多 但是老了一堆那一堆 就是剛剛斷崖式那一堆 以我所知 即使是80年代出生的那些 其實都是這一類舊式那一類 所以他們 預算他的壽命未必會很長 可能都是平常那一隻 我猜測你 未必會在香港那麼高 香港人命金貴一些 如果你去大陸 可能山卡拉那些未必有錢 你譬如有什麼東瓜豆腐 因為他那時候開始是一霞 之前說的毛澤東的年代人都好辦事 不斷生 不斷生 突然變成一霞 他斷崖式的人口 那個位置就直落急跌 你急跌那一層人 如果他夠中瓜柴的時候 你整個統一層人口就會急跌 所以他為什麼猜測他會急跌 就是由這個一霞政策 這層人開始 當這層人夠中死的時候 其實整個國家的數字會急跌 印度就沒有這個情況 印度就是四個老婆 你如果只有一個老婆 你逐個來排著生 除非你媽的 如果不是正常來說都是逐個來 如果四個一起生 四個一起生 你有一個好處就是 那個人口增長可以快很多 但是印度的人口都是下降的 雖然窮的是經向生 但是有錢的經向不生 但是印度慢慢慢慢有錢 現在都開始慢慢沒有差 而且太過激逼的時候 有人不知話 這個也是很自然的生態壓力 令它減少了生長 兩個大國都沒有在同一個情況 不過中國先進入印度 根據聯合國最新的數據 將全球人口的推算 就提前了見頂 一股2084年見頂 到時全球人口只有103億 這比之前推算早了兩年見頂 還有見頂的數字少了一億 但是剛才Case博士也說過 全球雖然說地很多 但是適合大家生活的地 又不是那麼多 這也是一個好消息 是不是?可以這麼說嗎? 是的 但是最關鍵就是有沒有大的疫症 有沒有戰爭 大規模那些 這裡會令到整個人口預測 有很大的變數 是的 所以也看到烈俠國 不如在這裡推前 這些東西也減少 會不會這個趨勢延續呢? 大家留意一下 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裡 麻煩大家想到之前 先按LIKE 如果還沒訂閱胡思頻道 按訂閱鍵了 拜拜